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位七零后 女副市长江宝红被查 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7月4日下午 一周后13日 甘肃省纪委书记刘昌林当着220多名新任选管干部的面 宣布五位原市委书记火荣贵落马 江宝红生于1974年4月 今年44岁 拥有法学博士学位 原本称得上年轻有为 火荣贵是江宝红的老领导 2012年1月 江宝红到五类工作 火荣贵就是市委书记 2016年11月 江宝红继生为副市长 火荣贵还是市委书记 江宝红 江宝红的极挂为黑龙江湖兰 1997年从甘肃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 此后 长期在省理的政法部门工作 2012年起 江宝红调至五位市高山局任党组书记 局长 后永坚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他比同样优胜入室的火荣贵了 了两年来到五位 火荣贵是于2010年1月 从甘肃省政府副秘书长任上条 去五位任市委书记的 2013年10月 江宝红转任 五位市包改委当组书记 主任 2016年生任副市长 年仅42岁 火荣贵主政五位时 曾把肃谦原市委书记求和当作自己的模仿对象 火荣贵说 求胡了不起 他不畏惧落后 更不甘心落后 大大可佛 思想解放 敢作敢为 最终干出了名堂 大落后的肃谦 变成了肃谦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 为此 火荣贵提出了吴忠生游抓项目的发展口号 此后 只要能为五位带来收益的项目 无论各种审批是否合格通过 都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上码 而在当时 江宝红先后任市招商局和发改委的一把手 正式抓项目的关键部门 长安街知识威信爱帝 注意到 江宝红曾在2014年就强化党公园政见识问题 接受过当地媒体专访 他表示 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牵头抓总 统筹协调 组织推动 监督检查的职责 切实做到党组不松手 主要领党不拽手 班子成员不锁手 获得提拔后 江宝红依然负责 和自己熟悉的商贸领域 此外还本管教育 卫生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 去年9月上旬 十三届甘肃省委 开展第一轮巡视 今年4月 巡视组织巡视情况 对5位进行了反馈 反馈的问题包括 5位项目建设乱象较多 监督管理部的位 招投标环节 违纪违规 管理混乱 有些领导干部违反财经纪律和工作纪律 巨额财政资金密集扶持企业 招商也自造成财政资金巨额损失 为规模用保障房建设资金 反馈中台提到 巡视组收到 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以按规定移交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以及有关部门处理 十八大以来 巫威师已经有多名领导干部落马 2014年 巫威师委员副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夏文斌 因严重累计违法被双开 去年4月 38岁就当上政厅的巫威师 委员副书记陶绝峰落马 火荣贵于去年7月转到省政协工作 此后有关他被查的消息就没有间断 7月13日 甘肃省220多名新冤神华干部 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主人公包括陶军峰 经济者 骂光明 雷志强等严重违绩违法典型 观看结束 省纪委书记刘昌林 现场宣布 火荣贵涉嫌严重违绩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与此同时 中央纪委国家纪委网站和甘肃省纪委纪委网站 向社会公布这一消息 令在场的领导干部受到极大震撼 五位市委书记柳鹏曾在4月份的巡视情况 反馈会中表态 要主动认领问题 强化整改责任 从行动上找查局 从制度上找断板 层层搭档器整改革任 现在看来 这项工作还需继续提速落实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长安街知识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